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产业行销的最佳据点 期盼产销中心的活化及促成 仍让传统文化重新呈现 今天很高兴 是我们来一厢产业发展中心的一个活化 一个活络的一个计划 那我想有了这个祭典之后 我们很多 特别是我们来一厢 特别是他们的产业 像欧瓦啦 像很多他们的芒果啦 还有他们很优秀的一些 所公益降丝的一些作品 都可以在这里呈现 感声恭喜我们新来一部落产销中心 营运启动 现场名炮 新来一部落产销中心 暂时营运启动 走过八八风灾的冲击 对产销平台的落成 部落族人感动万分 强调传统文化的再造 必须有大众的支持 而产销中心 正是他们最佳的行销自我平台 他们不仅要借此提升部落的产业发展 还要推广老祖先所留下来的 珍贵文化 就这样成立这个产销馆来讲 事实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 因为在很多的东西 能够集结在这个地方 尤其在八八风灾之后 产生很多的一个变化 那必须每一个家庭 或者是每一个工作室呢 要发挥着最高的一个境界 那但是重点是在哪里平台 来一张 并没有因为这么大的灾害当中 打下去 反而坚强已经茁壮起来了 要呈现出来的就是 我们已经在成长 我们已经勇敢有活力了 所以我们把我们第一次的 分锁节的一个第一次的联合 开幕典礼 摆在我们新来一部落 二来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跟产业 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 带动我们顶番上生计 新来一部落联合丰收季 除了产销中心的正式营运 一连串的农特产品市集 原乡部落美食 以及动听的歌唱表演 将持续到八月十号 欢迎民众踴跃参与 给予这些默默守护山林之美的 排玩豆士们最大的鼓励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不止对着电话说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每一季无影不能多爱你一些 评东西我不一听于相识 财宝报道